美洲大概佔了一層 最早前 但以前更多 那後來以後就差不多一層 那一層裡面 大概以美國的市場 現在就做到22% 有這樣使用 這樣的萊克多巴胺作為飼料 所以那個機率是很小 然後第二個 剛才講就是說內臟 內臟本來就可以進 但是幾乎沒有人在進 那在市場上就是 大家就是不習慣吃或不喜歡吃 或者在 你可能哪一塊冷凍的豬肝放在市場賣 沒人買 大家都要看起來這樣 設定好 彈性好 那才有人這樣買 所以基本上因為沒有市場 所以以前就沒有在進口 部長你剛剛有提到 這個標示有朝鮮的方向來做 然後就講到兩個或是三個 ması 那當然就是直接放賣的處 處所 直接放賣處 特工利議産車 産車很直接賣這個 所以我們閃裝食品 包裝食品 直接賣賣的處所 都要有 標示清楚產帝國 好 那我們大概這段時間也會 選定一些地方做一些示範 然後也吸取大家的經驗 讓民眾瞭解說 HDC表示 大家夠不夠 這樣看得瞭解嗎 是不是能夠避開 能夠尊重大家的選擇權 這幾個月我們很努力把這件事情做好 市長 記者說美國部長鐵絲賣售金的老闆 他說來關心臺灣鐵絲轉移 在原始上是要賣美豬 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我想講這事情就離譜了 沒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你剛剛說討論這個政策是不太清楚 到底是在美國他在地上離開之後 就馬上進行這個討論 那部長還是跟我講 我之前講過就是 完全沒有提到這種相關事務的問題 有提到我們的醫藥 醫材 全球供應鏈的重組的相關的問題 有提到一些疫苗相關的 那有提到他怎麼樣的我們的COVID-19 不管是從疫調或篩檢 我們的理念跟我們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這三個方面基本上跟我談大概就集中在這個上面 另外一個我當然跟他提說 那怎麼樣在國際組織的一些參與 給臺灣最大的支持 大概就這樣子的看 現在請石耀署再選 總是大家比較可能的我想像那個什麼 低化街那個是一個散裝食品 那傳統市場可以選一個 生鮮的傳統市場 那讓大家來看 那也到時候可能會請各位記者一起來 大家來看說這樣有夠不夠 這我們單方我們今天想 我們擔心要把它做完全來 但從消費者 或是從媒體的眼光看做不夠 那就馬上可以改 這樣 那會盡量的所有的商家 所有需要的物品 我們會盡量給予協助 讓它可行性變高來 部長那個豬農老師有提出 這個臺灣豬的標章 你覺得這樣的標示 當時會不會比較好 臺灣豬的標章 這我們就不管這樣 還是怎麼樣的標示 他希望說能夠 市場上他覺得這樣好 做臺灣豬的標示 我們支持 我們支持 沒問題 市場上學完才一年半 你還沒有快要到 連一半都還沒過 市場上學完才一年半 我想各界英雄好漢很多 那慢慢看 您可以掛保證開放美珠是絕對安全嗎 掛保證開放美珠 適當的使用 如果我們孕婦 那這個每一天吃一個豬肝加一個豬腎 那可能這個量就會比較大 也學者說這樣就比較 風險好像比較高 那我也敢說這樣子吃 也是安全的 也是安全 那但是呢 其他另外風險 可能就心臟血管的疾病的風險 可能會來臺灣 會來得更高 縱使極端磁 他仍然是安全的 部長您剛剛提到瘦肉精被污名化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沒有 因為 當年在 1993年在西班牙第一次 有這樣的一個瘦肉精 對人體的危害的報告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瘦肉精 它使用的是 所謂的克倫特羅 克倫特羅 它是另外一種瘦肉精 然後 後來大家發覺說 這種瘦來做的乙型瘦 乙型瘦體素 就是我們稱的瘦肉精 有幾種 克倫特羅還有很多種 那是相對的不安全 所以以前用了一些不安全的藥 然後後來再選到這個萊克多巴胺 那因為它的在人體在豬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代謝 代謝時間大概四個小時 就會半摔一次 所以它相對的是很安全的 市長你說你會 你帶頭吃這個瘦肉精的奶精 兩小時 我是說那樣子也沒問題 我說那樣子也沒問題 剛才那個 我還在跟他開玩笑說 那是三個月 我應該每天上午八點來這邊報道一下 然後他負責一塊 這豬肉給我 不過我建議要兩塊 然後標好 美國豬 台灣豬 那各吃一塊 吃三個月 不過我三高有一點問題 好 你負責評報告高 什麼時候出爐 我們那個評報報告 我想這今天吧 禮拜一禮拜二 大概 大概就會上來 那我們昨天好像有先給立委了 我們有先給立委 那立委就有一點 對我們就有點抱怨說那樣的一個 好像不夠白畫文 所以我請事要署那邊 再把它弄得 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懂 就這樣 那這樣一起來上網 可能比較好 市長 所以總共北一大選的行程 突然是有受到什麼壓力 沒有 其實我到 到後來晚上回去 我太愛跟我講 我才知道 時間排不出來 坦白講就是 其實我們大概應該是禮拜五 我就應該就已經通知北一了 所以就應該是這樣吧 那可能有媒體撲空 那大概很抱歉 我們昨天很忙 昨天我到北一後來答應他們去晚宴 我也是八點出頭才到 八點出頭 因為還有很多事情 這兩天很多事情要討論 我們前面的散裝食品本來就已經 預告完畢 那我們應該就已經送公包裝 行政作業都有一些時間 公文在跑的時間 那我們也會預告 我們剛才講的說包裝食品 跟直接販售的廠 處所的一些標示的規定 我們這禮拜就會 預告後面的兩個 那目前這個捷克團 在台灣的一個防疫的意思 那初步進來到 我們在機場的量體 無論健康報告 健康聲明 這都在12點以前就 中午12點以前就完成 那下午我們去採檢 採檢的結果 目前都陰性 應該是全部都採檢完畢 那檢驗也完畢 那都是陰性 那我們大概過兩天 還會再驗一次 對 我們差不多了 謝謝 好 你可以聽到 衛部部長陳雪中 剛剛是親上火線 針對這個政府拍板 要進口美豬美牛的疑慮 他也表示 在政府的嚴格把關之下 食安絕對不會從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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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